您的心爱之物,平时您一直都很爱惜 太妃娘娘,您还是惩罚我吧 子燕,你也同这块雨一样 陪伴我很多年 我怎么会因为一件心爱的饰品惩罚你呢 碎了就碎了,也算我与她的缘分尽了 你先下去吧 谢谢太妃娘娘,以后我会小心的 下去吧 是 母亲,您送我的玉,女儿没能保存好 希望母亲不会怪罪女儿的粗心 太后娘娘,太妃,太妃娘娘病了,您快去看看吧 怎么回事 太妃,太妃娘娘忽然肚子疼,满头大汗 快传太医 是 是 快去看看 太医,您看太妃的病无大碍吧 是啊,太医,会不会动了胎气 太妃娘娘娘,只是因为饮食过量 加上心有欲结,并无大碍 开些消化,止痛,顺气的药,服了便好 今后饮食方面应有所节制 如饮食失节,饥饱无度 皆可是脾胃蕴化失常,而胎势所养 而情绪同样依需控制,否则影响太气 母后 太妃娘娘 太医说了,您只要服了药就会好起来的 如果不是我一时贪嘴和不够宽容 就不会影响腹中胎儿的健康 还让母后和大王跟着担忧 太妃不要再说话了 只是一场虚惊 今后注意便好 你好好歇着 有事等你好了以后再说 我们也各自回房歇着吧 让她好好休息 好的 太妃娘娘,多怪我 如果不是我把您的玉 紫燕,不怪你 只怪我不够大肚 紫燕,扶我起来 别起来,身体还虚着 都怪我贪嘴 你也都是为了腹中胎儿 我当初怀丽儿的时候也这样 母后放心 今后我一定会依礼而行 更加小心 行以稳,坐以静 言以轻,我以正 立官,四字见言怎讲 人的外表都表现在这个上了 坐握行言 而人的素质也体现在这四种形态上 稳则不躁,静则不闹 轻则不扰,正则不邪 王者之相呢 懂了,谢谢理官 太妃娘娘 有人进贡了一支上好的飞禽 据说对孕妇很有滋补作用 今后凡是飞禽走兽 均不得宰杀 我要速食 我也赞同太妃娘娘的慈悲之心 孕者不得杀戮 我 鸟儿也是极美的生命 我们有相遇之缘 我已经欣赏过她的美了 这只是换了一种获得的方式而已 紫燕 快 快 弄激发 这个孩子便是鸡昌 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 文王生而名胜 太刃交之以一而十百 君子为太刃为能胎教 这当然与太刃在他出生前 就给了他如此好的胎教 有着直接关系 从此以后 胎教在我国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后人说 太刃是中国胎教第一人 碰到达 小金融 好 未经许 好 好 好 你看 小金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护持推广生命台 宣扬佛陀正知见 张扬慈悲与智慧 累积福德成佛道 各位生命电视大道场的护持者 大家好 因为你打开生命电视台 你就是在护持生命电视台 你就让佛陀的正法 慈悲与智慧 传播到你家 传播到你的心里面 传播到你的亲戚朋友里面 所以生命电视台就是希望告诉大家 佛陀说 众生任何生命都可以成佛 都有佛性 也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透过各种的方法 我们办法会 我们放生 我们弘扬佛法 我们印经 我们到学校 到监狱 目的叫告诉每一个生命 你就是佛 你就是未来佛 你就是我的妈妈 关心的对象 所以愿大家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护持生命电视台 更要保护自己的佛性 就是你的生命 阿弥陀佛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他的曹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的心是一种最圆满的状态叫空性平等慈悲 佛的心是一种最圆满的状态 那叫空性平等慈悲 那我们的心是有一种分别 只要感觉到痛苦 先找阿弥陀佛 不要去找那个理论说为什么你对不起我 所以如何让我们进入所谓没有痛苦的空性 那最好的方法那就是意念佛陀 或是各位现在坐在这边 或是我们在修理度母仪轨 或是我们在念心经 那这样子不但可以解决你的痛苦 同时这个力量又把佛的力量去帮助 整个世界跟我们一样在痛苦的众生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摩合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